好啦,我們剩下那個底,我們會炒一些肉燥 才不會浪費底的油 對,因為你的底拿去水沖麻煩了 我們把它底,我們練的那個豬油把它炒一炒 這樣子你就不會浪費 就不會浪費,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練的那個紅蔥頭油 你看,豬油呢,那豬油是下去的 香齁,剛剛我炸的這樣,可能剛好 我很容易看斷那個時候,好不好,因為 筋煙啦 我等一下把它炒一炒,我們直接 因為,一定要東西配飯就很簡單 有蔥的香氣特別香,因為它可能還是有豬油 它那個精華的話,這邊特別容易 先把它炒熟,再加 再加那個醬油 然後,加一點水,就是肉燥 你是不是沒有倒汁喔 有啊,那有些要買倒汁嗎?黑的倒汁嗎? 黑的倒汁嗎? 它是要做那個的嗎? 你做另外一種,不能讓它倒汁 通常就種倒汁是這種,不是鹹的那個 沒關係啦,就這樣炒一下,就做肉燥就好了 這個加那個,不太行啦,因為那個是加辣椒用的 怎麼講一隻龍 這個,那種是要加辣椒用 這是要加那種,我們那種 那個醬醬用的,鹹刀雞 那料有你會船嗎? 因為你不會用,所以你就放它過來丟給老媽用 你可以脆鍋啊,那種脆鍋啊 它放到黑瓜這種,奶奶這種,也是很消磅的啊 重點是你一樣會舵 你看我煸豬有沒有第一次就成功啊 這次煸豬就是,這邊很漂亮 所以主要,要學 補大一點 好,我們接著,加點糖下去,炒糖色 哦 別說,也算醃醬色啦,應該是糖最近用的很用 有沒有一包 知道,知道 放糖色了齁 會比較拋棄 OK,這個沒多少 太多了 就要散血了 糖色那用的東西啊 要一點東西也更加糖 要一點茶色 這樣就不會浪費 這樣少,我們食物少分,薄小一點 薄小一點 這會有時候 在裡面翻火的 蛤? 在裡面翻火的 對,這邊很燙啊 你剛剛又把它放在糖炸蛋上嗎 對哦,炒肉燥啊 然後 這次做到我們這個蛋公園沒有加辣 掉下去的 紅紅紅的味道 就是因為是豬的味道 把它炒到 炒到那個 色就出來了 好 關鍵 就是 買他的啊 好 然後等一下 加那個 好 先 先 炒一下,等一下再加一點 炒一下 然後 逐足了差不多 十幾分鐘 就可以 再拿罐子 到時候放一天 五十二就可以吃了 等一下就可以吃吃了 等一下就可以吃吃了嗎 不用等一下,我去吃飽了 好不好 不是 我 等一下可以吃吃蘭飯 對啊 摸它一點 加水呢 因為我們不再加紅紅的味道 就是 我把那個 剛才練紅紅的味道 那個 現在也沒有吃紅蔥肉燒 大約這樣 把它蓋著 不會不會不會 它肉稍微軟 OK好了 到這邊了 好了我們完成了 我剛剛補一吃紅蔥肉燒下去 哇超香 因為我覺得剛才香氣不夠 一大撮的 手工經驗 很香 可以拌麵 比較甜一點 湯肉加的比較多一點 不過蠻好吃的 好啦今天分享十分啦 拜拜再見